作词 李宗盛 我们围绕着古村路的特色化 文旅的差异化 我们打造了一个喜文化为主的喜振组装 我们建立了有婚礼前的配套的 比如说礼服中心 比如说我们的婚礼办手礼 还有我们的婚礼用品 超市集合店 另外呢 我们有可以同时举办婚礼的场地 风格不同的四个宴会厅 特别是我们比较有特色的三五百年的 明清老院落里面的 古色纯传统的婚礼举办地 这是我们的一个特色文化 国头来了以后 开发运营景气 然后解决了老百姓的 就是能在家门口就业 有保洁保安维修 大概有三十人左右 间接这个就是小吃 村民自主创业 然后现在的人均收入有一万一千 到目前为止 还有很完整的三十八个院 都是明朝的建筑 还有就是北街和东街 过去都是少某街 从这个姓氏 他说中文全数是两千三百零口人 可是姓氏有一百三十八个姓 并且是好多西部姓氏 上庄还是以参观游览型为主 然后中庄是作为旅游服务区 保证现在的住宿和餐饮的情况下 增加购物和少量游览的一个内容 然后咱们下庄作为一个主要的休闲服务区 然后做一些更符合现在人需求的一些 民宿或者说是一些酒店 或者其他的一些业态 这样来继续差异化发展 也是均衡发展 达到一个共同发展的一个这样的目的 在带动村民方面呢 我们主要采取是以村集体的平台 搭建平台 然后带动村民 开办农家乐 民宿 这些旅游业态 共同参与到旅游的共借共享 到目前为止 全村一共发展有农家乐和这种民宿的经营户 是40菜户 像我们这些开戴农家乐的 最多的有一年成收入达到30万以上的 每个老百姓 即使你不在景区就业 每年也可以享受到村集体 排活这种古月落和协制 协制的场地和资业资产 带来的收益 将近每年也就是一个老百姓 全村是一切多狗人 一个老百姓也就是四五百块钱 结束了 绝望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